入行20年的容祖宜 今年除了将会举行演唱会之外 这日祖宜就在活动上正式揭晓 这个为自己设计的新logo 另外今年祖宜家里 还有一件大喜事会发生 就是弟弟容日行将会成家立室 在6月祖宜生日之前举行婚礼 今年真的人逢喜事精神爽 能够成为 一个大姑奶 我很不相信这个事实 因为对我来说 我弟弟好像一个不太原意成家的一个人 以前他也有谈过几次恋爱 每一次我们都觉得 是他了 应该是他了吧 都不是 最后都是落空 然后到最后他竟然遇到一个 跟他这么相配的另外一半 非常替他高兴 其实我觉得 能够协助他这个婚礼 我都愿意 因为毕竟是我们家里 一个非常大的喜事 所以就 我会成为他最强的后盾 但是弟弟竟然比家姐更快找到另一半 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爱他啊 怎会不会不好意思呢 很开心啊 应该要这样做啦 迟了啊